国内大型展览场所如博物馆、美术馆等文艺殿堂逐渐增加 民众进入此类参观美术也逐渐兴盛 消保处为了民众的消费权益 抽查了国内15间大型展览场所 竟然发现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空气品质不佳 二氧化碳浓度超出标准 这一部分我觉得故宫博物院 可能在这方面要有一个改善的动作 我们这一次针对空气品质 我们发现有两个趋势 就是北部的场所空气品质比中南部的差 另外一个在灾难场所里面 空气品质比较差的地方 有一个特征就是 几乎都是在贩卖礼品或产品的地方 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消保处根据场所的建管 消防空气品质以及定型化契约等项目来进行查核 发现空气品质也是各大场所需要改善以及重视的目标 除此之外紧急情况所使用的灭火器 安全提支防火门也列入查核重点 要求不合格的场所限期改善 有关美术馆跟博物馆 我们已经把它纳入室内控屏法的第二批公告列馆的对象 那这一两周应该就可以完成公告 那公告以后就是这些原来已经设立的美术馆或博物馆 它必须在一年内要提出它的空品的维护管理计划 然后要做第一次的定期检查 然后把相关的检测的结果上网公告 那列馆以后 环保单位也会去做机查 如果机查它是不符合室内空品的规定的话 会要求它必须贴一个本场所空品不良的标示 让民众有警觉 另外就是会限期改善 如果它没有贴这个标示继续营业的话 我们是处罚5000到25000元的罚还 关于室内场所空气品质的问题 行政院环保署也将纳入管理规范 保障民众的消费安全 至于95使用难免疏忽的紧急安全设备 也要求场所必须定期检查 确保无破损或是产品过期 维护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及安全 记者问军采访报道 请在下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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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行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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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